警方下午三點半向在旺角老闆坊對出聚集的人舉立旗 有人和警員投降 警方之後自殺一群人 不少是年輕人 另外有人在商場裏叫反修禮的口號 到下午四點多有人在西洋賽街和阿加魯加交界倒路 有舖頭落閘 警員到場清理 在大約半個小時後有人在百老匯戲院對開指罵警方 又釘水中等的雜物 警員發射胡椒彈琴去上 幾分鐘後有房屋警察增援 警方說當時釘出的還有傘 附近有大量的市民和記者有可能受傷 檢查行為是無差別傷人 警察之後轉入山東街 最上前要求一對男女停下出示身份證 混亂期間推開了一個穿黃背心的人 她之後跌落地 兩個警員曾經觸碰地截殘女人的角頭 那個女人之後用手牌警員 在前一個街口有穿黃色背心的人 在一間日式餐廳外面倒地 一批人聚集並指罵警員 警方多次舉藍旗 其間救援員到場 帶走早前號稱不舒服的人 有人這個時候向警方防線扔傳出 智慧氣味的罐 防捕警察舉胡椒彈球槍拒殺 大約五點半 警察員山東街向麥花省球場推進 舉起難力 警方再射多發胡椒彈球 上去 入夜之後一個男人 在西洋塞南街跳舞 歌人為官 警方之後在一間手機店外面置停他 並入店內搜查 又一度向旺角中心方向推進 在山東街近事由街制度一個男人 現場消息說警方一度噴黃椒噴霧 人大約兩個小時之後被綁上索帶帶走 其間有人不舒服 要用擔架床送上救護車 另外警方在社交網站說 大約下午1點在旺角港鐵站外面 發現兩個十五歲青年 其中一個人沒有帶身份證 另外一個人就藏有頭盔和防毒面具 一批人響應網上呼籲 下午大約兩點半 在油麻地利敦道北海街交界聚集 大批防暴警察在場戒備 請你們立即離開 聚集的人一度走到永安中心裏面 防暴警察在門外切封鎖線 有持相反意見的人到場 警員護送他們離開 部分人轉到西貢街裏面聚集 之後在油麻地一大圈 去到果欄的時候 大批防暴警察趕到 超過二十人被截 廟街亦有一批人 在下午大約三點中聚集 有人舉起標語 說要聲援涉嫌偷渡 被內地拘留的十二人 又叫反對押頭選舉的口號 近三點半 再有人在永安百貨出現聚集 佔據部分行車路 警方一度舉南旗 並且向前衝到去寧波街 要求所有人回到行人路 折查行人 有商店落集 警方傳媒聯絡隊之後 查在場記者的證件 沒有記者證 或者報稱機構未向當局登記的 亦都被票控違反限聚令 警方又在中方街附近折查一架新巴 過幾小時之後 司機涉嫌危險駕駛被捕 警方說駕巴士駛隊文明里的時候 發作行駛 一度貼近路旁側行的警務人員 警方已經批准集結 向警員探納物等 說非法集結會增加病毒傳播風險 又說高票港獨口號 可能違反港區國安法 應用警方執法果斷和迅速 但我重申 港區國安法對絕大多數奉公守法的 香港居民沒有任何影響 而生效了兩個幾月 社會回復了穩定 市民不再生活在惡控中 中聯辦就說全國人大常委會 按港府提議推遲選舉 順應民意 但一些攬炒派 執意在原定選舉日期 煽動街頭對抗 下對國家意志的公然挑釁 對此強烈譴責 又說相關人不斷抹黑 內地對香港的抗疫支援 喪盡天良 講人即是喜 說人即是喜